金马影帝郭富城扬言打死巩俐 我会投入的 打死 金马影帝郭富城要打死说金马奖业余的巩俐 这怎么回事啊 哦原来这是西游既知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新闻发布会现场啊 除了肉肉的白骨精巩俐 上集西游野牛魔王这次砍掉重裂成孙悟空的郭富城 还找来猪八戒小沈阳以及跛脚的汤森冯绍峰 他在无习片场感戏时坠马 可说是咬着牙出席亮相啊 只是扭了一下 没有伤及骨头什么也没有 医生说三五天就可以就脸头不开戏了 呵开什么玩笑啊 上一部西游在中国卖了人民币十一个亿 十一个亿 今天不要说唐玄藏啊 找你掩之马被骑到西天 你都有赚到呢 于是乎呢 在好莱坞一线女星陆陆续续成为神怪奇幻的反派之后 你从小而熟能详西游记里的白骨精也被赋予了新帽 你手下留情吧 夜市就是红高粱出称的威尼诗影后巩俐 什么要演苏武功三打白骨精呢 我们把它改名吧 改成 改成白骨精三打苏武功吧 苹果鱼乱爱不如来三打瘦肉精吧 报道